大家好 我是學長 轉眼今天硬派90秒就到第10集囉 非常開心每一週都和大家分享各式各樣的咖啡小日式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就是一個專業的名詞叫粉水筆 這個名詞其實很簡單 但也很容易搞混 而且一搞混咖啡的風味會相差很巨大 那就讓我們來了解什麼是粉水筆 那粉水筆就是沖煮的時候 你使用多少的咖啡豆 搭配多少的水去沖煮 也就是總給水量的觀念 例如說手沖的時候我使用20克的咖啡粉 搭配300cc的水去沖煮 粉水筆就是20比300 也就是1比15 那麼沖煮咖啡的時候 使用多少的粉水筆是比較正常的呢 大約從1比10到1比18都算是正常範圍 而台灣人比較習慣的粉水筆 大約在1比15左右 1比12稍微濃郁一點 1比17就稍微清淡一點 但沒有正確答案喔 完全是依據個人的喜好來決定比例 那麼為什麼說常常會有混淆的問題呢 主要的正確點就在於 很多人會把總給水量這樣的概念 誤認為是最後沖出來的咖啡有多少 就是總萃取量的概念 那中間是會有誤差的 就在於沖煮時 咖啡粉會吸水 一直總給水量和總萃取量 就會有咖啡粉1到2倍的誤差 舉例來說喔 我如果用300cc水去沖煮 實際上最後得到的咖啡呢 只有260到270cc 這兩個數字呢就讓一般人搞混 如果你是計300cc 那就是1比15 如果你是計260cc 那就是1比13 但其實1比15才是正確的觀念喔 不要誤認為是總萃取量的 因此各位在網路上看到粉水筆的資訊 或是跟人家分享你用的粉水筆資訊 別忘了是總給水量 而不是總萃取量 如果觀念錯誤 相差30到40cc 整杯咖啡的風味就會差很多 這一定要注意喔 好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粉水筆的觀念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一一回覆 最後還是要請大家訂閱學長的頻道 或是推薦朋友一起來看囉 那今天的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